世界各国竞相发展高超音速武器 高超音速技术已经从概念和原理探索阶段 进入了以高超音速巡航导弹、高超音速飞机、 跨大气层飞行器和空天飞机为应用背景的技术研发阶段 然而,正是列装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却寥寥无几 个别西方国家虽然研制此类导弹技术已久 但却多次发射失败,尚未有正式产品定型 那么各国研制高超音速武器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 三个字形容太难了 就是研发的技术难度特别大 比如说像先锋它的这种滑翔的这样一个弹体 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最优的一个气动布局 我认为它是要反复的 一要吹风动 二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 而且这个风动一般的风动不行 现在全世界拿不出几个 没有几个 而且要为了配合这样的风动 还得重新配个电厂 别它一开机 半个城市没电了不行 或者说你在技术储备方面 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 所以一般都是军事强国 或者是军事大国 才有经济能力 科研能力去支撑起 高超音速武器的一个研发体系 要说它这个东西能完全淘汰 以前的压因素 不可能 绝不可能 这个原理很简单 你说这个有了炮了 炮比枪厉害 枪会淘汰吗 不可能 不会淘汰 因为现在出了这个高超音速 就像魏老师说的 太艾难了 你算一算需要突破的技术吧 你这个高超音速的 流体力学的 流体力学 热胀的 发动机 动力燃料 如果你想自带动力 发动机 超然冲压 喷气发动机 燃料 飞控 工艺 对 这技术障碍太多了 谁也没飞过这么快的飞行器 这个技术障碍 过去的控制软件 肯定不可能照搬照用 是啊 所以可能应该和亚因素的导弹 包括巡航导弹 应该是一个配合关系